大家好 我们前几天讲过 习包子有一个私生子 牛逼哄哄的 漂亮的人生女孽 北京大学毕业的 现在已经是很不错的一个官员了 蒋仁正是吧 这个名字也挺有意思的 然后那天讲了以后 很多人觉得也靠谱 当然也有很多人不靠谱 没想到这过了两天 大量关于小蒋的身份资料就出来了 他应该是习包子的 干出来的最早的孩子 也就是通常意义上的是 习包子的名正言顺的长子 是吧 那长子这个东西我们都知道 人那时候他一直是有长子文化的 你像我在家里 我就不是长子 我上面有一哥 还挺优秀 后来他生病了 过世了 然后我就成为了长子 就是肩负起家庭的责任重大 圣经里面也有长子的描述 有一个人用一碗红豆汤 把自己的长子的名分就卖了 这构成的人最大的犯罪之一 就是你的名分是上帝给你的 你不能够卖 这种东西是不能卖钱的 是吧 那中国的这些个故事里面 那如果家里的要继位的话 或者是财产要继承的话 那长子肯定是优先原则 是不是 所以皇帝通常意义上 都都把自己的权利让给自己的长子 如果费长子 离数子 是吧 离什么什么子 把第二帝把老二老三搞在前面 这个朝廷要出大乱的是吧 那下面的太监 下面的各种大臣都不答应 因为你破坏了这个道统 是吧 所以这个小奖应该是习近平的长子 哎呦 你想想这个事就麻烦了呀 所以我看到这个消息以后 第一个我想的是我们美丽东人的彭妈妈 彭妈妈这辈子是要风得风 要雨得雨 中国第一夫人长得那么富台 人也不错 我一说起彭妈妈 有人说我基于彭妈妈的美色 不至于的 不至于的 我不是红烧肉性的 我喜欢牵手性的 彭妈妈这是替她伤心了 真的是 为她流一场眼泪 为什么呀 虽然她很漂亮 虽然她很有名 虽然她要风得风要雨得雨 虽然她弥漫全球 可是她的这个生智系统不生气呀 是不是 没生儿子呀 这不完蛋了吗 是不是 哎呦 你如果生那个儿子的话 哪有今天的这些故事呀 生那个女儿 是不是 真是要了个命了 是不是 这种故事大家比我熟悉啊 过去的这个皇帝讨了三千个老婆 只有那个能给皇帝生儿子 尤其是生长子的女人才能成为皇太后 是不是才能成为牛逼哄哄的最铁碗的女性 是吧 所以这个彭妈妈看上去风光啊 其实是内心堆满的忧伤 不容易 好 言归真传啊 我们看这个小蒋 蒋仁镇 它到底是个什么情况呢 说她的妈妈是蒋威 威风吹动大地的蒋威 江西人 江西福州 南城县人 长得很漂亮 1987年实际上是从这个福建师盘大学 终于一起毕业 很有意思的啊 87年毕业 那个时候毕业的话 应该那个时候考大学年纪比较小 假定他16岁考上大学 4年以后毕业 才20岁 那这是浑身都充满的这个什么 小鲜肉啊 是不是 那席包子那个时候也很年轻 两个人干柴烈火就燃起来了啊 说这个 说这个蒋威啊 是那个谁啊 是那个蔡奇 介绍给习近平的 蔡奇跟这个蒋威啊 是校友 蔡奇是也是这个福建师盘大学中文系毕业的 哎 说那个时候呢 呃 谁是谁 那个彭丽媛呢 已经跟这个谁结婚了 但是还没有孩子 是不是 就这么一个情况啊 87年的事情啊 彭丽媛 跟习近平生的孩子是 这个西敏泽嘛 是90后嘛 是吧 哎 是这么一个情况 说当时这个 蒋威老师和这个习近平老师两个人在一起 滚床单 把肚子搞大了 是不是 怀孕了 哎 结果彭妈妈就给发现了 那你想想吧 人之常情嘛 又哭又闹的 还要离婚 是不是 但是习近平呢 也不知道是为什么 是是琴比金尖 还是特别喜欢彭丽媛 就是死不离婚 不行 我不离婚 是不是 我大不了把这个新奖的给做了 是不是 你像薄熙来 是怎么干的 薄熙来他知道 他不能离开古开来的 这个 这个 叫做什么 光芒 知道吧 所以他最后就把在大年睡的一个电池主持人 就给做了 那他肚子的孩子一起做了 所以习近平呢 当时并没有怎么做 而是比这个薄熙来的更有人情味 哎 这是为什么很多人喜欢习近平的原因 习近平比薄熙来有人情味 彭丽媛呢 也没有古开来那么出手凶狠 你说不 你说古开来这个人一辈子杀了多少人呢 连英国人他都敢杀 所以有些人说 如果让薄熙来和古开来上台 当中国的皇上和皇太后的话 那中国不知道死多少人 比习近平还要惨 哎 这个话我是完全同意的啊 说当时习近平稍稍安抚一下 这个彭丽媛呢 就答应了就什么呢 然后这个新奖子呀 离开福建 是不是 再也两个人不能滚床单了 就把他安排到了深圳 为什么安排到深圳呢 大家都知道吗 深圳是习家的这个根据地 那个时候整个习家被邓小平赶到深圳 离开北京 他们一家人都在深圳 所以这个女的抱着个大肚子啊 就去到深圳 就是由这个习包子的姐姐啊 叫习乔乔 然后她照顾 说这个小蒋 并没有那么傻 很聪明的一个女孩 当时呢 她是想堕胎的 是吧 觉得这么搞下去 不是个办法 她也知道自己胳膊是拧不过大腿 大腿 如果说彭妈妈有一天生气要要她的狗命 她一点办法都没有 但是没想到这个习近平的家里呢 她的姐姐哥弟弟啊什么的呀 就把深圳的他们的财产 有个公司嘛 有个股份呢 就给了这个小蒋 蒋什么蒋威 知道吧 而且说以后你的孩子 就是习近平家里的孩子 习家的孩子 而且是习家的长子 为什么呀 长孙嘛 因为习近平是长子嘛 是吧 那习近平干下来的孩子就长孙嘛 是吧 所以这个小蒋一听 我肚子也大了 我也被你干了 我家人也不好嫁 一般的人我看不上 我这个东东都是被这个什么 习习习干过的人 其他的人看得上吗 是吧 那不可能 我即便离开他了 我一辈子也不可能再家人 算了吧 还是生个孩子吧 终于就把这个小蒋 蒋仁镇这么一个私生子 就给生下来了 而且生下来以后呢 一看是个代表的 是吧 是一儿子 那正儿吧 你别讲 如果是个女儿 也就没事 如果是生的是一个闺女儿的话 习近平 彭丽媛估计就 也没那么愤怒的 没那么紧张了 所以当时习仲勋很高兴 然后就给他起了这么一个牛逼红红的名字 蒋仁镇 不得了的事情 那名字切得好 有文化 必须是习仲勋这种 读书人那个年代的人才能写得出来的 所以有些个问题 现在我们就可以解释了 首先第一呢 为什么 所有人都不让知道 习敏泽长什么样 真的 都不让人知道 这不是习近平的意思 这是彭丽媛的意思 是吧 彭丽媛真是 他想起自己 生了个女儿 没有生个儿子 他真的是心里在滴血 没有儿子的话 他就意味着永远的失去了 这个中国的红色江山 永远做不了皇太后 是不是 没有孩子 继承他皇上的位置 一切都是白瞎 略想越伤感 所以干脆不让别人知道他的女儿 是吧 长什么样 不知道 第二是什么呢 就是很多人分析的 我觉得非常有道理的 只要习近平不死 不是不是 只要习近平不被人暗杀 或者中途就突然爆兵而死 就像毛泽东一样 也叫寿终正寝 你就算吧 毛泽东活了86岁 是吧 80几岁 83岁 86岁 我就算习近平现在条件好 让他活90岁 是吧 90岁可以了 老江活了90多岁 90岁的话 现在他在70岁 还有20年 那他的儿子 长孙 他儿子现在已经有30出头了 那到时候就50多岁了 50多岁接班 你说不是你成章吗 所以他们说 只要习近平不被暗杀 不中途 暴兵而死 那个蒋仁正肯定是习近平的首选的接班人 毫无疑问 你想都别想 习近平他也是这么来的 也是做的这么一个中长期的计划 任何一步都不能有闪失 也不知道是谁突然爆出了这个蒋仁正这个人 你说这种情况谁知道呢 你说我们造谣传谣 我们都是很可怜的 啥都不知道 我们看到有才说 真的 中国共产党里面那是新风学雨 他们直接互相内斗 都是互相放消息 我们以前特别清楚是不是 以前在北京的时候 一会儿说这个曾庆红家里收购山东的鲁能 赚了多少钱 现在纽约时报放一个一整版文章 然后出口转内销 然后终于让我们知道 我去啊这个时候我们就明白不是你中国的什么什么记者啊 是吧有什么挖子黑材料有什么金人的调查能力 是因为共产党里面有高人跟你放材料你才知道你以为你是谁呀 如果高层不给你放材料的话你在那里假不假是调查研究写作 你分分钟就把你送到监狱里面去乱邦就把你垂死 是不是 所以作为中国人不要那么理中刻 你没有资格理中刻 你作为一个中国人最伟大的智慧就是造谣传谣 是吧 因为你听到的谣言是有人有意的放给你听的 虽然看上去好像不大可信 那是因为你的级别不够 那是你的层次不够 那是你的智力不够 你看到没有 你说这种情况蒋仁镇他真有这么一个人 他真有脑妈在江西 还真在福建 还真是一步一步的去这么往上爬 做火箭似的是不是 你以为呢 有点意思 谢谢